这个脸部修复extension可以让您从这样,变成这样,看不出来吗?那从这样,变成这样,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吧? Stable Diffusion在低解析度绘制全身图时,脸部和手一直是个画不好的罩门 这个脸部和手部修复的extension,可以完美地修复脸部,但手的部分就要再多加加油了 今天最主要介绍Stable Diffusion After Detailer Extension脸部的修复 第一部分,After Detailer安装 来到影片下方 点安装链接 点下拉式选单 点复制链接按钮 回到Stable Diffusion 点Extensions 点Install from URL 把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在这边贴上 点Install按钮 有错误是因为老阿贝忘了关VPN来关一下 关好了,按Install按钮 出现画面这行字表示安装完成 点Installed 再点Apply and Restart UI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来点Settings 把画面往下拉在最左边找到After Detailer 找到后点它进入 再把画面往上拉 这边你可以设定要有几个After Detailer model 本来是两个,老阿贝设三个是看看 这个选项是问你要不要储存遮罩的预示图 这个是要不要储存Addetailer处理过后的图 下面这三个老阿贝就不知道它的作用 有大大知道的话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 点Apply Setting前再特别说明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设定这边的数量 现在是两个,我们刚刚设三个 来点Ply Settings储存设定 并点Restart UI按钮 这边的数量就变成三个 第二部分,脸部修复原理简介 After Detailer脸部修复就是将Stable Diffusion Image to Image中的InPaint自动画 让您不用在那边图啊,图得画Mask,局部重绘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了 这边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来讲 脸部修复的原理大致上是这样 有一张需要做脸部修复的原始图 程式将原始图脸部的中心定位出来 再来定位出脸部Mask遮罩范围 把Mask遮罩范围增加噪点再丢给Stable Diffusion Image 局部重绘 重新绘制Mask遮罩范围,也就是脸部 这边要知道的是脸部侦测 Mask遮罩以及InPaint局部重绘 第三部分,After Detailer脸部修复简易技巧 在你安装完Extension后 After Detailer会出现在纹生图和图生图里头 让我们先来到纹生图这边 来跑一张脸部崩坏的图 要跑脸部崩坏的图很简单 只要把宽度射小一点,然后是全身图脸部崩坏的几率几乎是8到9成 来看一下有没有崩坏 嗯,崩的非常坏 这是因为我们把宽度射小,又是全身图 所以能放在脸部的噪点变少导致脸部崩坏 我们来用刚刚安装的After Detailer Extension修复看看 点开 先把画面拉到这里 这个是侦测 这个是Master照前置处理 这个是InPaint局部重绘 这三个也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讲的那三个 这样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三个摆在这边了吧 再来把画面往上拉 Enable Add Twilio是要不要启用这个功能 要就打勾,再来这个地方可以放置一个以上的标签 不同的标签可以对不同的遮罩来做处理 这个下拉是选单式 After Detailer便是模组 模组在第一次使用时会自动下载 它有脸部,手部和全身这几个模组 这边就先设定脸部来试看看 这个是局部重绘的Prompt 这个是局部重绘的Negative Prompt 其实它的预设值已经符合大部分的情况 只要把这边的Enable打勾,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图 来试看看吧 以文声图来说 Stable Diffusion会先跑一张图 跑完后再丢给After Detailer做处理 现在是Stable Diffusion在跑图 跑完了 这个阶段是After Detailer收到图正在做脸部定位 侦测以及做遮掌与重绘修复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位置与范围 这位置与范围是可以手动调整 跑完了,来看看效果 脸部修复的部分效果算是很好 把图打开放大来看看 这个是修复前的 这个是修复后的 以这么低的解析度能做到这样,真的不简单 再来看一下圆图 真的是差蛮多的 回到Stable Diffusion 让我们来说说那三个设定 第一个是侦测 这一个是Detection Model Comfort and Threshold 数值越高表示侦测效果越差 有脸也侦测不出来 数值越低表示侦测能力超强 不是脸有时也会侦测成脸 正常的状况下 单一个人可以设定成80%左右 多个人的脸要做侦测就要拉低数值 测一次给大家看 先把数值拉到100% 这样理论上要非常大的脸才会侦测得到 这种小脸通常侦测不到 正常来说Stable Diffusion跑完后 After Detailer如果有侦测到脸的话 会把要做遮罩的范围秀出来 这边并没有 表示After Detailer没有侦测到脸部 所以也没有进行脸部修复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这种情况 就是调整刚刚那个地方 把这边设为80时看看 设为80%后就可以侦测到脸部 进入遮罩前置处理及脸部修复 这个拉霸的功能大概就是这样 OK 脸部修复完成 再来这边有Math Main Area Ratio 遮罩最小面积比率和遮罩最大面积比率 这两个是当遮罩面积太大时 会修改到非脸部的部分 有这种情况 再来这边最小最大拖拖拉拉调整 一般建议放在预设就可以了 侦测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再来是Math Pre-Processing折罩前置处理 点开 这三个选项的控制 就是刚刚Stable Diffusion讨完图 会有一个放大图的就是这个 抓前面的影片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你可以手动控制这个范围 让我们来试看看 第一个是控制X轴 中间这一个是控制Y轴 最下面这一个是控制范围的大小 这样讲起来可能有些人听不懂 来试做看看比较清楚 先把X轴跟Y轴归0 范围的大小从32调到12 来跑图看看 这次的变动只是将范围 从32变到12 所以范围的那个框会缩小 那个框是哪个框呢 就是这个框 有没有发现框的范围变小了 这个是之前范围32的框 这样有看出差别了吗 范围的手动调整 可以让您遮罩处理得到更多的细节 不过在低解析度下面差别不大 OK跑完了 来看一下 其实说真的 在这种低解析度很难看出差别 再来是X轴和Y轴 这个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就是那个框 如果不在正确位置 可以手动一来一去这样而已 把这个Y轴设为加60 就是往上移动60个单位 这边的单位是多少老阿贝没去深究 应该是像素吧 来看看那个框是怎么变化的 还记得之前Y轴为0那个框吗 是不是往上移动了60个单位 这样大家应该可以了解了那三个参数的作用 来看看效果吧 知道为什么没有修复吗 因为框框往上拉太多了 脸不在框框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做遮罩 先把这个改回来 再来是下面这三个 这应该跟上面有没有新增遮罩标签有关 看文字内容就应该可以理解它的功能 这边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多做解释 第一个真错的讲完了 第二个遮罩前置处理也讲完了 第三个Inpainting局部重绘 就跟Stable Diffusion的Inpaint局部重绘一样 来看一下 点这边 它的设定就是下面这一些的设定 想必大家都很熟了 这边也不浪费时间多做解释 不熟的人再给老阿贝敲碗 有空再做影片分享 最后的这个ControlNet Model 只是将Stable Diffusion Inpaint局部重绘 用ControlNet的Inpaint取代 这边是ControlNet Inpaint全中调整 再来图生图那边的操作方式 跟这边一样 老阿贝就不重复说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